我要回去先研究我兒子 跟我女兒的問題 回家先研究看看 怎麼說服他們結婚 就連台北市長柯文哲 也要擔心兒子女兒 不婚不生問題 為了鼓勵年輕人登記結婚 台北市辦抽獎活動 3 2 1 請 但本該是喜氣洋洋的場合 偏偏北市萬華前一天又停電 整條路烏漆麻黑 街頭巷尾一盞燈都沒亮 13號晚間接近9點鐘 台北市萬華一帶 突然陷入一片漆黑 超過1136戶大停電 時間長達一個半小時 直到10點18分 才恢復供電 雖然台電發聲明解釋 因為設備潮濕 才導致故障 但全台停電連環報 柯文哲再開炮 如果偶爾一次兩次 我們就說這意外 太多次了 恐怕做系統性的檢討 限電不是缺電 問題就沒電可以用 所以去年台北市重大工程 全部要限電 哇這還多得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 不要再玩假 趕快把事情看它怎麼解決 韓話朝野別吵架 先解決缺電問題 但一聽到蘇貞昌 用台電很辛苦轉移焦點 還要朝野團結 柯文哲越說越氣 台電當然我才有問題 但問題你們要趕快去解決 我們 你每天喊團結 然後 他的團結就是 團結在以小燕為中央的 為中心的黨中央還是怎樣 缺電問題 柯文哲再喊話中央趕快解決問題 但中央能源政策不變 短期內缺電難題 恐怕依然無解 環宇新聞 蔡宇街道平均 英台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